常年在部落交唱鼓调的歌手桑梅俊 带领两位部落孩子 来到14日的台东月光海音乐会开唱 时而深沉迂回 时而高亢激昂的嗓音 让游客陶醉 风景很棒 他的歌声很棒 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参加 很棒 下次还要再来 就是回家的感觉 因为采在土地上的感觉 是一个呼吸非常自然的 一种方式 所以我喜欢采在土地上 然后对着山背着海这样唱歌 我觉得那是最舒服 也是最感动的一个演出的方式 睽違两年的月光海音乐会 14日还邀请来自花莲的 槟榔兄弟乐团 台东精灵换舞舞团 图腾乐团表演 许多游客来到舞台前 跟着一起唱跳 场面相当热闹 很特殊的一个场景 这个没有地方可以取代的 到了晚间八点半 原本呼引呼现的月亮终于现身 荧光洒在太平洋 也为活动炒热气氛 当然只有短短30秒一分钟 不过还是觉得很值得 很感动 那个月光海的这个场景一出现 非常非常的独有的 那我们曾经也有国际的表演者来 那他们也觉得说我们的月光海舞台 是他们表演过的世界的五大的场域的 他们觉得是前五名 六月至九月 每逢月圆时 台东都立游客中心前的大草坪 就会有首座市集和月光海音乐会 邀请大家在后疫情时代 一起享受东海岸美丽又迷人的夏天 新唐人亚太电视老立芬台湾台东报导